大家好 大家早安 網上的第一節目 早安 今天我們來到約八記的第25章 剛才大家都很開心 這張聖經整句約八記裡面最短的一章 只有六節 六節都可以分段的 我就將它一到四節分成一段 然後第五、第六節分成一段 這個是比勒達的言語 差不多也是他最後的一番說話 說完這番說話之後 其實也無言以對 之後也不能夠怎樣回答約白 在這一段的言語裡面 其實也充分地表達出這個 比勒達對神的看法 可以說是他的神學裡面的總結 這個… 他的神學是否正確呢 其實他的神學是正確的 我想我們在這裡也要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就是神學的… 他有不足的地方 他有他的好的地方 他的好的地方就是因為神太偉大 我們要認識神的時候 其實神是很多的方向可以讓我們去認識的 神學就是幫助我們集中在其中一點裡 去認識神 這一點當然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在某點裡 認識得越深的時候 我們對神在某個方面的了解就越多 但問題就是以偏就不能概全 我們從那一點裡 認識的不是神的全部 就像我們讀書的時候一樣 某些科目 就是… 他就集中用那個科目來看這個世界 但是這個世界是否一科就可以完全了解呢 當然不是 甚至科學也一樣 科學是否可以解釋所有的東西呢 這個以往都是人的一個問題 就是… 自從這個… 工業革命之後 科學被大大的推舉 有一段時間我們以為科學可以解釋一切 所有的東西我們都在科學裡面去找答案 但是到最後呢 其實不是這樣的 科學也會錯的 科學也不能夠解釋所有的東西 慢慢慢慢後來我們就發現 原來有些東西是科學解釋不到的 譬如很簡單 就是… 如果你問一對情侶 這對情侶為何會傷害 可不可以用科學解釋呢 那你就會覺得 咦? 又不行 是吧 所以… 這個就是神學的問題 它可以幫助我們 在某一個觀點上去認識神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以為 這樣就是全部了 這樣就… 這樣就很糟糕了 所以… 其實… 彼納達的神學是不完全的 他只是用其中一面去看上帝 他所看的是沒錯 但問題就是 上帝不僅如此 上帝還有更加豐富的… 屬性或本質 讓我們去認識 如果我們只是拿著片面的時候 我們認識是很有限的 也會讓我們對神的判斷或做事的… 對… 我們就會… 抓錯 我們就會不明白 好了 我們先來看頭四節 我們慢慢就會明白 書下人彼納達回答說 神有治理之權 有威嚴可惟 他在高處施行和平 他的諸君 豈能數算 他的光亮一發 誰不蒙照呢 這樣在神面前 人怎能清義 苦人所生的 怎能結整 其實他是要帶出 第四節這個問題 就是… 神的面前 人怎能清義 苦人所生的 怎能結整呢 人和神之間的落差這麼大 人怎能在神的面前 自稱為義呢 人又怎能在神的面前 算為結淨呢 即… 怎麼說呢 甚麼是絕對乾淨呢 即… 那個標準的問題 那可能… 或者用這個例子 就是 當你在家裡洗完糧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乾淨 但你有沒有試過 被人幫你搓死皮 你明明已經搓了 洗完糧 覺得自己很乾淨 但你總有辦法 再搓死皮 對吧 那麼… 你第一次被人搓死皮 你可能都會很驚訝 不是吧 我已經日夜洗澡 很乾淨 怎麼會被人搓死皮 會嚇壞你 那就是這樣 甚麼是絕對乾淨呢 如果我們真的要追求絕對乾淨的話 其實是… 是一件很… 很困難的事 我以前在北京開工廠 我們要做一個無塵的車間 即…不能有一粒塵 因為我們做那些高壓電纜 如果有一粒塵 放進去電纜 它會影響導電的功能 所以我們進去之前 首先要穿那些 像浴帽一樣 因為一粒頭皮都不能落在那裡 然後穿保護衣 穿完之後 然後還有一個吹風室 即你進去我們的車間之前 就要經過吹風室 360度 大風扇 當然不是那些牛角線 那些 真的好像醫療級的那些 360度有風扇著你 吹完你就走過吹風室 那你就可以進去 然後戴上手套 整個包著 連眼睛都要戴上那些 那些口罩 又要戴上口罩 那麼就進去 我們那個無塵的車間 它有分別的級數 已經叫做很高級 但是坦白說 是否真的能夠確保 一粒塵都沒有呢 其實又不行的 只能夠盡量盡量盡量 有時候也要說一下 採數 真是不小心 真是帶了一粒塵進去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千萬不要 到那個電纜那裡 在其他地方都還好 所以 什麼叫做絕對的乾淨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 一塵不染呢 這個就是彼拉達所提出的 就是人在神的面前 你再乾淨也好 面對一個這麼高的標準的時候 你的乾淨的標準 和神的標準 根本就不同 你的乾淨就是 洗完白白就叫乾淨 如果神的標準 就是出不出死皮才叫乾淨的話 那有多少人可以達標呢 彼拉達的意思就是沒有 他從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他先來看 神是一個怎樣的神呢 神有治理之權 有威嚴可惠 就是神的權力 他治理整個大地 在他的治理之下 所有的東西 規規矩矩 所有的東西都要覆下你 在這個絕對規矩之下 誰可以在他的面前 告訴別人自己是有意的呢 等於這樣說 我們從小到大成長 有誰從來沒有犯規矩的呢 其實跟謊言一樣 我們有時候說 哎呀 你說 說謊言這個標準太高了 誰沒有說謊言 好呀 我們不說謊言 那有誰從你從小到大 沒有破壞規矩 沒有不遵守規矩 即是你多乖也好 也有頑皮的時候 你有沒有試過上課聊天 當然你說我沒有破壞 什麼大的規矩 不可殺人 不可奸人 沒有這些 那麼小的規矩呢 有沒有試過在戲院發出噪音 忘了關電話 騷擾到旁邊那個 上課聊天 這些東西 圖書館裡面偷東西吃 有沒有 我們以前也會的 是嗎 圖書館裡面溫書 不過現在這個年代 可能圖書館也少用了 已經網絡搞定了 在圖書館溫書的時候 有沒有偷偷地 放一顆糖進口 明明圖書館說不准吃東西 對吧 真的 真的要認罪 我們以前怎麼知道 放一顆糖進口 我們在圖書館煮公仔麵 那時候在加拿大的時候 真的很冷 晚上找書找到好東西 很肚餓 然後看一看 四野無人 走去圖書館最角落的地方 煮公仔麵 所以你說 人 神是那個 有自理之能 有自理之權 有威嚴可惠 在高處施行和平 祂是那個高高在上 天地都在祂手中 祂所設立的界線 祂所設立的規矩 誰可以守得住 祂的標準 誰可以達到 神是那個完美的神 祂是有威嚴可惠的 而且祂是在高處 不是在地上 即是我們不是用地上的標準 我們乃是以天上的標準 其實彼拉達在這個時候 很想告訴若伯 若伯你可能是一個異人 不過你極其量 是按照地上的標準 你是一個異人 但你不可能達到天上的標準 地上你有權並 在你的權並之下 你可以定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這個若伯不是普通人 這個若伯是烏絲地的首富 他下面有這麼多的僕人 有這麼多的家丁等等 從來誰對誰錯 誰定的 在他家裡當然是他的主事 他是一族之長 人們的紛爭等等 去到他的面前 都是由他們做判斷 誰對誰錯 這個僕人做得好 這個僕人做得不好 標準是他 所以問題就是 從他的標準來看 他可能是一個異人 但問題就是 彼拉達現在告訴若伯 現在不是說你的標準 現在是說神的標準 對吧 小朋友回原學 都會說 我這次的考試做得很好 到真的派卷的時候 發覺為何肥了老 沒有 因為不是按照他的標準 是按照老師的標準 你答不到老師的標準 你答不到那個標準 你答不到那個標準 你的分數就不行了 但按照他的標準 他應該差不多了 挺好的 對吧 這就是那個問題 他說 神的諸君豈能數算 神的下面 他所帶領的天使 他的軍隊 誰可以數到來 無數那麼多 其實這些形容 都是要讓若伯看見一件事 天上那個的浩大 神的權能無限 天上的諸君 連數都數不到 何止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比天上的星海邊的沙更加重 很多 所有的東西 都是神在這裡統領 而是甚麼呢 就是 如果我們說 我們能夠判斷是非 我們判斷是非的準則是甚麼呢 其實是很視乎 我們 我們處理多少個個案 我們見過多少個事情 我們人生的經驗有多豐富 是不是 很簡單 你管理一個一百人的公司 跟你管理一個一千人的公司 你所看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到你管理一萬人的公司 你所看的又不一樣 是不是 所以 這個就是問題了 比勒達就在這裡挑戰若伯 若伯 你所統領的是多少人 你能夠見過的是甚麼的世面 你判斷的東西 你的經驗值在哪裡 神呢 是那個從創世到現在 從耿古到永恆都存在的神 他所統領的天使天君 多度根本數都不能夠數得過來 所有的世人都在他的面前 那你的判斷 能夠給他的判斷嗎 你活了的人生 在神來說 一秒鐘都不到 那你說 你的眼界跟神可以相比嗎 你的判斷和他的判斷 簡直就是天差地遠 所以這個我們就明白了 為什麼他後面說 他的光亮一法 誰不蒙照呢 所以問題就是這裡 當神發出他的亮光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蒙照 意思就是說 當神的亮光 這個亮光 其實就類似是法庭裏面的判斷 當他的判斷 當他的判斷一出來的時候 所有人都蒙照 蒙照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些法庭戲 或者是新聞裏面 其實我們常常都會看的 就是法庭判斷之後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他的判斷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 留意那個判刑 那個判刑就是 這個人坐多久 這個人判什麼 其實最重要的是 那個判詞 因為那個判詞 精不精準 好不好 是決定這個人 有沒有機會翻案 還有那個判刑 那個核心的準則在哪裡 甚至有些判詞上面 是很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也都為這些案件 定義出來 這個判詞才是重要的 這個 這個 這一節裡面所說的 就是他的亮光一發 誰不蒙照 意思就是 那個亮光就像個判語一樣 其實就是那個真理 這個真理一出來的時候 誰不蒙照呢 意思就是 當神的判語一出來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很驚訝 哇 蒙照的意思就是 好像突然醒了一樣 突然看清了一樣 原來是這樣的 我明白了 是嗎 就像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前面的心辦十屆 我很享受武堂帶出的這個心辦十屆 他把十屆的精意一揭出來的時候 突然間就 哇 譬如第四屆 就是當首安息日 當首安息日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以前我們很多時候都是 致面的解釋 致面的解釋就是 不可以不回教會 是一個規矩 但是當他的精意一揭出來的時候 原來當首安息日 是要跟神去連結 進入一個更深的敬拜裡面 帶領萬物歸入神的節奏 與神連結 與神相交 哇 這個真理一打開的時候 真的覺得有一種蒙光照的感覺 你馬上心裡 哇 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當首安息日不是這麼簡單 只是回教會 而是你的心有沒有歸向神 不僅是你自己的心歸向神 你自己的全人歸向神 與神連結 還有就是你有沒有帶領萬物歸入神 歸入神不僅是一天 原來當首安息日 不僅是那一天那麼簡單 而是藉著那一天 與神的連結 然後讓我們整個的生命 讓整個的大地 進入神的節奏裡面 所以這個真理一揭開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被光照 我們就在裡面產生一個 哇 原來是這樣 我們就明白了 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所以彼納達就說 他的亮光一發 他的光亮一發 誰不蒙照呢 這個就是神 神高高在上 神的權能 勝過天地所有的東西 神的諸君多到不可數 神有他的威嚴可惠 他是絕對公義 絕對公平 絕對的真理 所以他的真理一出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蒙照 在一個這麼高的標準之下 人怎麼能夠清義呢 苦人所生的 又怎麼能夠算是潔淨呢 這個其實就是彼納達的神學 今天這個神學對我們的意義 和價值在哪裡呢 今天有時候 我們與彼納達是相反的 相反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看不見神的威嚴和權能 因為今天我們生於新約的時代 新約的時代 我們知道神是滿有憐憫 滿有恩典 有救恩 有救贖的神 但是我們在救恩救贖裡 忘記了上帝的威嚴和上帝的能力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神學上 其實我們往往只側重了一點 譬如我們指說救恩神學的話 我們就會忽略審判 指說救恩神學的時候 我們忽略了認罪 我們忽略了神的能力的那一塊 又或者我們很感恩 我們剛剛這個星期 開始進入這個核心價值的廣道裡面 是不是 核心價值裡面也是一樣 剛剛我們這個星期才說完 先恩典後真理 神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分開 我們只是看恩典 恩典神學 神是一個有恩典的神 我們就把這個恩典 推到一個極端的時候 這樣就會出問題 神是一個有恩典的神 在這個恩典之下 在這個救贖之下 我們可以任意犯罪 因為無限憐憫 無限包容 無限卸臉 所以我們就要小心 因為他很容易推到另一個極端 就是我們不需要認罪 反正罪都會被赦免 神是有恩典 但是這樣推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濫用那個恩典 恩典 就變成我們說到第一個大點 就變成有恩典就沒有了真理 但是如果有恩典沒有了真理的時候 這個恩典就變成讓我們放縱 讓我們墮落 其實神給我們恩典的目的是什麼 保羅說得很清楚 神的恩典是令我們悔改的 神的恩典不是要我們去濫用 要我們捉住這個恩典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們對罪完全無感 麻木 甚至新約的時候 都是一樣的 有些教會的異端 因此就起來了 就是極力地去犯罪 讓我們的肉體墮落 顯出救恩的偉大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越來越墮落 這樣的話我們信主前和信主後的分別在哪裡呢 可能比微信更差 那麼我們怎樣去把救恩的信仰帶給人呢 生命不用改變 我們不用追求成性 這樣的話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偏頗 但當然也有另一邊的 就是只說真理 不講恩典 這樣的話 人沒有辦法有出路 沒有這個盼望 所以比拉特的神學 是另一邊的神學 就是他講求神的威嚴和權能 其實今天我們都要問問我們自己 我們裡面的神學 是不是一個完整平衡的神學 我們有沒有側重其中一邊呢 比拉特所側重的就是神的無限權能 在這個無限的權能 在這個至高至大的裡面 人沒有辦法在他面前清熱 我們今天有時候反過來就是 我們不認識神的偉大 我們會突然之間不知為何 傻了 以為這個世界現在魔鬼比神更大 但是我們看回《約百記》的時候 我們還記不記得第一章 是不是 第一章的時候 第六節 他說 有了天神的眾子來 試立在耶和華面前 沙但也來在其中 耶和華問沙但說 你從那裡來 沙但回答說 我從地上走來走去 往返而來 神的眾子試立在神的面前 沙但來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然後 態度是怎樣的 神如果不問他 他有沒有說話的餘地 其實是沒有的 神問他什麼 他就要答什麼 他雖然夠膽挑戰上帝 但是他挑戰上帝 都是在一個範圍裡面 不能夠越過 撒旦之所以有這個權力去挑戰神 是因為人犯罪 他是在人的層面上可以去挑戰神 但是在其他屬靈的層面上 他沒有辦法越過上帝 所以他都只能夠來到上帝的面前 極其量就是出口術 攻擊一下人 他所做的有限 他的能力是被限制的 但這個是救藥的圖畫 到了新藥的時候 這個圖畫也發生了改變 這個發生的改變是什麼 耶穌說 我曾經見過沙但從天上墜落 所以到了新藥 救恩來到這個世上的時候 其實在天上已經沒有了撒旦的位置 因為十字架已經勝過死亡 十字架已經將人的救恩帶到地上 撒旦沒有辦法再挾持人來到神的面前 天上已經完全沒有他的位置 他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甚至要下到陰間 所以這個就是讓我們看到 神的能力 神的權能是無限的 今天我們作為一個新藥的信徒 其實我們都要有這個認知 否則我們的信藥沒有能力 我們經常以為撒旦大了 我們對著撒旦是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 我們只能夠任他如玉 當然我們不會輕看 我們不要輕看撒旦的能力 他始終是有能力的 所以我們要慎重地去看 但我們也不會把他過分高舉 以為他已經掌握所有的東西 並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所信的神 比他大 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釋 那在我們裡面的比他在世界更大 對吧? 所以我們要知道 神的偉大和他的權能 這是我們信心的根基 在新藥裡 在恩典裡 我們也要看到神威嚴權能的那一面 這個才是一個平衡 所以其實比那達所看的 是對的 不過是對一半 對一半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一個這麼偉大的神 所以人去面對他的時候 簡直就是蚊腿和牛腿 即是我們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塵 和整個宇宙相比 誰都比呢? 不要說是微塵 就算我們真的當自己很厲害 我們人類有多厲害也好 其實我們連我們所居住的太陽蟹 都還沒辦法 不要說太陽蟹 其實在太平洋深海最深的地方 我們都去不了 那麼這個宇宙究竟有多大呢? 太陽蟹很厲害嗎? 但是在整個銀河系裡 算是甚麼呢? 但是出了銀河系裡 還有無邊的宇宙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很渺少 這麼渺少的人 對著一個創造這麼偉大的宇宙神 我們算是甚麼呢? 這個就是彼拉達的看法 所以人算甚麼? 人怎麼能夠在神的面前清異呢? 人怎麼能夠在婦人所生的 怎麼能夠算是潔淨呢? 人跟神相比 根本就沒得比 這個就是他的論調了 然後呢? 這個論調其實是對的 為甚麼是對一半呢? 就是因為問題出在第五、第六節 第二段落 我們看看第五、第六節 在神眼前 《月亮無光亮,聲受也不潔淨》 為甚麼他要用月亮去說呢? 在神的面前 《月亮無光亮》 如果說光亮的話 為甚麼不用太陽? 太陽才是光 太陽就光很多了 為甚麼他要用月亮來說呢? 我們作為中國人應該很感恩 我們可以很明白 就是 月亮跟太陽的光有甚麼分別? 我們讀小學的時候 形容月亮 你要用甚麼形容詞? 我看見這些童工開始迷惘 因為離開小學太久了 明月我們用甚麼形容? 月光的 繞結 繞結 繞結是甚麼意思? 繞結的意思就是 就是純結 白正 光亮 這樣的意思 我們又會用清輝來形容月光 總之 月亮給人的感覺就是 它是很純結的 是很白的 是很亮的 這就是它的意思 太陽的光當然猛烈很多 是吧? 但是 太陽的光 你不會用結白來形容太陽光 是吧? 這就是那個分別 所以他為甚麼用月亮來形容呢? 因為他在說 潔淨這件事 他在說聖結這件事 他最搞不定若白的地方就是 若白你經常說自己是異人 你經常說自己是乾淨 你經常說自己是亮的 你經常說自己是亮的 我就已經告訴你 你的標準和神的標準不同 對嗎? 在地上 你勉強叫做潔淨 你叫做異人 但一到天上 你算是甚麼呢? 今天好像一樣 你為神做了些事 你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服事神很厲害 你有沒有想像過呢? 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天家的時候 歷史歷代的聖徒在你面前 你走在一個人那裡 跟他聊幾句 你覺得自己很厲害 為神做了很多事 誰知道人家是殉道的 也不要說這些 你自己說得自己很厲害 突然間保羅走出來 怕你年輕人 你為神做了些甚麼 對吧? 你也知道保羅的 他數下他的家世 他說我遇到佛船 遇到風暴幾多次 船爛幾多次 被打幾多次 每次都五十下 減去一下 然後突然間有一個司徒出來 我覺得自己不配 跟耶穌同樣死化 所以我倒轉來釘十字架 那時候你會怎樣? 我想都是只能夠投得不 想找個洞捐 對吧? 這就是那個論調 究竟我們用甚麼標準呢? 我們今天的眼界其實很有限 今天我們做了些事 就以為自己很厲害 但我們從永恆的角度來看 算得是甚麼呢? 算得是甚麼呢? 其實這個也是對我們 一個的鼓勵 一個的激勵 我們前面的聖徒 為主可以放下一切 連聖命都擺上 這個叫做伏事神 那今天我們的伏事又算是甚麼呢? 今天我們所擺上的又算是甚麼呢? 月亮那麼厲害 月亮那麼繞結 那麼光亮 這些的星在黑夜當中發出點點的光芒 但是在神的面前 算得是甚麼呢? 月亮的清徽 月亮的繞結 跟神的聖結 那些的白色相比 又算得是甚麼呢? 大家知不知道白色 都分為不同的種類 如果你打開電腦 原來有很多種不同的白色 有時我都會覺得 現在的電腦很厲害 顏色也有多少種 已經數之不盡了 那你是否真的能分得到呢? 甚麼是 如果我問你甚麼是白呢? 這方面都很考人 如果你做印刷就知道了 如果你跟印刷公司說 我要白色 他就站在那裡 白色? 兄弟 你知道白色有多少種? 有珍珠白 有甚麼白 有甚麼白 白有多少度 有多少... 你究竟甚麼是白呢? 對吧? 所以在神的面前 神的白 跟月亮的白 根本無法相比 我們世人覺得 月亮已經很清 很繞結 很明亮 很白 但到了神的面前 原來仍然是黯然的 都是淡黃的 都不是真正的白 這就是他的意思 何況 如蟲的世人 如蟲的人 如嘴的世人 就是 神是一個這樣的 連最繞結的月亮 到他的面前 都未能夠稱為白 何況世人呢? 世人就像蟲一樣 世人就像蟲一樣 蟲一樣 蟲是怎樣的? 蟲是在那些骯髒的東西裡出現的 對嗎? 別說了 總之 你已經知道了 有蟲出現的地方 都是那些 你見到就想吐的地方 對嗎? 所以人像蟲一樣 像蟲一樣 怎麼能夠到神的面前 告訴神 我是潔淨的呢? 你想想 如果有一個蟲 來到你的面前 舉手告訴你 其實我很乾淨的 可能他在眾多的醉蟲裡 他是最乾淨的那一條 對嗎? 他剛剛捐了出來 對嗎? 但他來到這個面前 舉手 他說 我很乾淨的 怎麼知道 你一見到他 就隔夜飯都吐出來 這個醉蟲 可能他也很不明白 為什麼? 我在這個 我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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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 在那個 我最乾淨的了 對嗎? 那 為什麼你見到我 都隔夜飯都吐出來 這個就是 彼拉達的意思 世人在神的面前 怎麼能夠自稱為潔淨呢? 他的神學 對 一半 才一半 為什麼呢? 沒錯 神是這麼偉大的神 沒錯 神是全然聖結的神 但是神不是那個 因為他的偉大 因為他的聖結 他就將人自主不理的神 他不是那個 自己聖結 但是 不理人的罪的那個神 在神的眼中 世人不是蟲 是他的兒子 在神的眼中 雖然月亮也不算光亮 不算結白 但是 神要為人除罪 我們的罪 雖然珠熊也好 但是 神要讓我們結白如雪 這個就是 真正神的屬性 可惜 彼納達 他只是捉著一邊 這個神 好像高高在上 完全不理人 但是不是 若白所認識的神 和彼納達所認識的神 就在這一點上面 不一樣 若白其實他知道 神是那個 不會不理他的神 所以 他 若白的義不在於 只是自己行為 是怎樣 若白他認為自己是一個義人 是因為他以往 和神一直有 很美好的關係 在這個 這麼美好的關係上面 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義人 什麼意思呢 因為 因為神和罪人 沒有辦法相交 既然 神和我以前 有個這麼親密的相交 那我怎麼會是罪人呢 這就是若白 心裡所看到的 不過問題就是 突然之間 我這麼好的好朋友 這位神 突然間好像和我絕了膠 昨天我們還情話綿綿 在說電話 今天已都不回 所以他就發爛了 搞什麼 絕交也有個理由 是不是 昨天你還說我是義人 昨天你還跟我說 畢弟畢弟 今天突然之間反面 沒有理由 所以這就是若白的膚核 和彼納達所了解的 是完全兩個圖畫 彼納達所了解的 是從神的威嚴 權能偉大 創造統管 根本高高在上 萬王之王的向道 你看 的確 神是萬王之王 率領眾天使 天地都在他的手中 在一個這樣的上帝面前 人真的沒有任何價值 也沒有任何說話的餘地 根本沒有辦法 跟神相比 在我們的層面裡 跟神真的天差地遠 這是對的 但問題就是 神是否只是這樣的神 這就是今天我們要思想 今天這張聖經 我覺得很寶貴的 就是讓我們的神殼 可以更加的平衡 我們不能夠純粹用恩典 來捉住神 認識神 我們也不能夠純粹用權能 的威嚴 來捉住神 認識神 就是這個神的全部 神是既有威嚴 也有恩典的神 所以神是有真理 有慈愛的神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 那個完整的神 甚至可能 都還有其他的地方 我們要去更多的思想 認識和發現 但總括來說 今天我們要問我們自己 就是究竟神和我們 之間是一個怎樣的神 我們是否有若白的生命 跟神有一個很深的相交的裡面 但我們心裡的神的形象 是否夠平衡呢 有些人對天父的認知 就是祂是一個很威嚴的神 是的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更要去認識神 慈愛的那一面 如果我們認識的神 是一個絕對慈愛的神 那我們就要花時間去認識神 威嚴的那一面 這樣的話 我們才會平衡 這個才是一個平衡的神學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既認識神的威嚴 亦明白神的慈愛 這樣我們信仰的生命 才可以走得遠 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才夠全面、夠健康 求聖靈幫助我們 讓我們眼睛可以打開 讓我們真真正正正的認識神 以至到我們跟神的關係 是真實的 不是只有片面和虛假的 Amen 喬於憎恨 聖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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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祝你祝你愿纳每个人的敬拜 愿纳每个人每天早上向你献上的赞 直到如今人心神迹 你也不必看顾着地 眷顾你的儿女 你必早所应许的成就 你也不必看顾着地 聆听我们声音 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 敬拜声音充满权力 高举双手荣耀归你 专心亲手你的话语 世世代代都不便利 你也不必看顾着地 眷顾你的儿女 你必早所应许的成就 你也不必看顾着地 聆听我们声音 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 你也不必看顾着地 聆听我们声音 聆听我们声音 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 是我们的帮助 是我们的帮助 心就何有满意 你定义要支付着地 尊心你的旨意 前辈会挥兴降临 我们定义要支付着地 尊心你的旨意 前辈会挥充降临 我们定义要支付着地 尊心你的旨意 前辈会挥充降临 我们定义要支付着地 你也不必看顾着地 尊心你的儿女 你必早所应许的成就 你也不必看顾着地 聆听我们声音 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 你也不必看顾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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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們知道 凡事都必定是在你的心意當中 祝我們面對逆境的時候 祝我們面對一些困難 苦難的時候 祝我們都要用喜樂的心去面對你 祝我們知道 祝我們在患難當中 祝我們相信 只要我們結定這場地 你並不會叫你失敗 因為你是我的信心 土佬的神 祝我們得來打敏避 祝我們一意 祝我們得來打敏避 我的意 去得去喘悲避 我引洗了的心 來面對我的環境 我以平安的心 來應對我的處境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影 我要赞美坚持到底 我已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 我已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影 我要赞美坚持到底 我已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 我已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影 我要赞美坚持到底 我已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 我已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影 我要赞美坚持到底 我已盼望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 我已盼望的心里面对我的沮丧 我已盼望的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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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到你 我已盼望的心 来面对我的失望 我已积极的心 来战胜我的沮丧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更产生的意义 我已积极的心 来面对我的环境 我已平安的心 来应对我的祝福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再没坚持到底 我已盼望的心 来面对我的失望 我已积极的心 来战胜我的沮丧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更产生的意义 我要更产生的意义 祝我们要感恩 祝我们要来清谢祢 感谢祢 让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都可以合上眼睛 我们在灵的里面去思想 今天约白记 二十五章 让孙雅仁比勒达的问题 都成为今天 我们去面对神的一个问题 圣灵我们来到你的根前 求你们让我们进入 约白记二十五章 神有自理之权 有威严可为 神在高处私行和平 祂的诸君都数不完 祂的光亮一发 谁不蒙照呢 谁不会得到神的照和光呢 这样的话 你在神面前 为什么你可以清义 神有自理之权 有威严可为 你凭什么 在神面前清义 圣灵求你今天 你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 做我们凭什么 今天 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我们凭什么 今天在我们 现在这个环境的里面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我们凭什么 多谢你们提醒我们 牧师看到 不是行为 是我们跟祢的关系 好不好 这个时候 我们都来数算 我们来检视 原来不是我们 做了什么 不是凭我们 有多尊重 我们福祉神 我们回教会 我们回小组 完全不是这一切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 我们去思想 在这个诗歌里面 你可以唱 你都可以成为你的祷告 让你想起的一件一件事 去向神献上感恩 想起一件一件事 告诉神听 原来这一切都是恩典 祝我们来到你的根签 让我们再次来思想 神啊你有威严 有可畏 但是你今天 愿意将你的救恩给我们 每一切都成肉身的事 你创造宇宙万物 痛贯一切所有 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 了解我的感受 你手铺成天上云彩 打造永恨过渡 但这双手却感心为我 忍受这固定像枯头 你共一生盼万名 神节光照全力 但你却一再是恩典 一再是怜悯 给我几回会准下你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所想 这样大有难为敌净 心碰破在手掌心上 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报答 但愿倒扣我的生命 出现你谦卑的样式 比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更深的去思想 让我们知道一切 你都付上了代价 让我们更深的 愿意再次 牵固这个地瓜 你创造宇宙万物 通关一切所有 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 了解我的感受 你说不成天上云彩 打造永恒过渡 但只双手却甘心为我 忍受这固定像枯头 你勾引神盼万名 神节光照全力 但你却一再次是恩典 一再次怜悯 给我机会挥转向你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说想 这样大有难为地区 心碰破在手掌心上 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不得 但愿倒空我的声音 学习你千倍的样式 没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说想 这样大有难为地区 心碰破在手掌心上 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不得 但愿倒空我的声音 学习你千倍的样式 被请我自己的十字架 注 mind 分架 如果要求我,我周end 也会在你时 ring 中宋君 如果对你的 goddamn 何等的恩典 主不是奉旨的 求祢帮助我们 不去滥用 让我们用爱去回应祢 在我们家里 在我们的职场 圣灵祢今天来光照我们 既然祢是用恩典 来扶持我们的时候 今天祢要对我们的家人 在我们的职场 面对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客户 主祢你告诉我们 有什么我们要学校你的榜样 同样都可以施予恩典 你看重的 是关系 弟姐妹这个时候 如果圣灵有提醒你 我们都开口通告 求祢更新我们 神用恩典带我们 神有权 有威严 却用恩典 来扶持我们 拯救我们 今天我们来向神祷告 在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职场 甚至为社会 有什么神同样 想我们效法祂 主我们来到祢的根次 主求祢来帮助我们 主是祢有这个治理知权 祢有威严 祢在高处施行 主一切都在祢的命令 和掌管之下 主人不能够清晰 但却因为祢的爱 祢眷顾我们 祢救赎我们 祢给我们获大的恩典 恩着爱 祢给我们恩典 祢今天 祢来光照我们 在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地方 有什么 祢要我们去学校你的仰慈 祢今天来更新我们 帮助我们 赏免我们 有背道而行 和祢的想法不一样 祢我们也要来背改在祢的根次 祢今天祢来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 祢体重 和我们的关系 祢给恩典 扶持我们 这个恩典是为了我们悔改 可以回转向你 祢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 祢我们要回转向你 回转向你 祢我们多谢祢 是祢的恩典 让我们得以清延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 主是无论如何 苦人所生的 岂能得到真是 怎能结症呢 一切一切都是祢的恩典 祢求祢来帮助我们 祢不去滥用这个恩典 相反 当我们得到恩典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恩典 去让我们悔改 回转向你 祢我们 在我们的家 我们的职场 祢求祢同样来帮助我们 我们都可以同样的 学校你的样式 体重关系 能够给恩典 祢我们多谢祢 赞美祢 谁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求 Amen T Situation 祢求祢 约百记二十五章 第二节 神有治理之权 有威严可谓 祂在高处施行和平 这个是我们的神 神在至高之处 施行和平 祂有治理之权 有威严可谓 甚至在神眼前 月亮也无光亮 圣受也不洁净 我们的神是这么伟大的神 但我们要记住的就是 神虽然是这么伟大的神 但祂却是看顾我们 为我们预备救恩 甚至愿意写下天上的荣华 降生在世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才是我们所认识的神 这个才是我们要紧紧捉住的神 第一次会让我们 真的进入一个真理的里面 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 我们越能够看到神的伟大 愿能够感恩祂的谦卑 将救恩赐给我们 我们要的是一个平衡的认识 平衡的信仰 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在祢里面不狂傲 主要让我们的心在祢里面 看到祢的荣美 看到祢的伟大 但我们也更加感恩 祢为我们所预备 所成就的一切 因为创天造地的神 竟然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关心我们每一个微小的感觉 为我们预备恩典 使我们可以得见祢的面 可以与你相交 这个是何等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的荣耀 主求你将这个感觉 放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到我们能够珍惜祢 以至到我们能够 甘心乐意地 来到去跟随你 跟随你 服侍你 主求你这样的 开我们的眼睛 帮助我们这样的 来到去认识祢 主我们多谢祢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朝神徒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感谢主